大家好 我是曾佩慈 你現在收聽的是雷洛主持的音樂101 在今天節目當中雷洛非常高興的邀請到 有朋友在空中跟大家一塊共度 我們歡迎的是金鐘獎第54屆的 戲劇節目的女配角獎得獎人曾佩慈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曾佩慈 我覺得我真的是要感謝我的起點 我的起點真的是從唱歌開始的 然後如果真的有想補充些什麼 我真的很謝謝演戲帶給我的很多成長 然後其實有時候一直到今天 我還是會覺得不可置信啊 還是會覺得說 其實我有時候真的覺得 你如果沒拿獎還好 一拿獎你就真的想的特別多 然後會比任何人都更在意自己 有沒有再往前進 所以在疫情的時候工作都取消 都應該去學一些rap 或者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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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真的各種 各種的憂慮都跑出來 但是在這三年期間你也做了蠻多的事情 這三年有拍戲 也有在專輯當中也有寫的自己的創作 結婚是在這三年嗎 結婚啦結婚啦 這件事情很重要 忘記了啦 對 結婚結婚結婚 我們也很訝異說 那隻就突然的就結婚了 對 大家還說超突然對不對 對 音樂平常很低調 對 因為我先生是圈外 我覺得他是圈外人 你看他也算音樂人啊 可是他又沒有在演藝圈闖蕩 他算是音樂團 算音樂人 而且他任職的單位又是 我們是在教會認識 所以我會覺得 我如果太把他的 譬如說一些個人的隱私啊 名字啊講出來 我常常會覺得 我的想保護是因為 跟低調是因為我覺得 哇 他後面是一個機構 是一個教會 我覺得好像這個是有一個責任在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我自己覺得 能夠低調處理 也符合我個性 感覺 是不是 你們心愛裡 有會不會 和我說 是不是 看著我的車輪 你居著頭 因为我也相似 口口的胆 有几天热烈 在当时看 哪里人会孤单 不如点作过 我买了不好意思 我就是你 我就是你 欸 康凱算是這一張專輯裡面 難唱的歌曲之一耶 我覺得它最難招 真的嗎 太難招了 其實還有啊 像Hush的那首歌 因為你在 你說我想對你好嗎 對 就是你在新歌發表會 記者會那天唱了 然後我就覺得 有海豚鷹的感覺出現了 包括了你後來的介紹詞 也有講到說裡面有你的海豚鷹喔 我覺得它是一個技巧上難唱的 海豚鷹是那個嗎 直在你的一切 然後我想對你好 它是卡在一個我有點真假音的混音區 那首難在那裡 然後直在你的一切的那個海豚鷹 是持修寫的嗎 對 這首的難我覺得其實是難在態度 因為大家都以為 直在你的一切可能會比那個 慷慨難唱 但是我覺得 慷慨的難 一個是它音域好像橫跨14度 然後再來是那個情感 你的收放之間 多一點少一點都 都不對 然後直在你的一切的 我覺得那個難是難在 我一直覺得直在你的一切 雖然是持修寫的 對 可是其實我很想把它唱得很堅定 就我不太 這首歌的歌詞給我很直觀感覺 我不會覺得它一定要那麼的迷幻 當然迷幻一定對 以它的曲風來說 對 空靈迷幻感 絕對合理 我覺得這首歌是難在這裡 對 有些是 這張專輯其實很多歌曲 你讓自己很難 一個是 有些是音域的部分 對 有些是情感的 有些是技巧的 這些難都是挑戰你不同的面向 在這張專輯裡面 大家可以聽到第四張的專輯 真的又是不一樣的你 當然囉 婚後的感覺又不一樣了 對 對不對 真的不一樣 人生當中有很多要去體驗體會的部分 那佩慈也都陸續的 一一的也都完成了 達到了這個 每一個不同的階段 對不對 對 好 講到這裡我們再稍微休息一下 就來欣賞這首 只在意你的一切 今天陽光就是特別耀眼 特別和諧 特別和諧 那時候想到這首歌 歌名這麼長 然後也剛好變成了專輯的這個 主要的這個名稱的時候 會覺得 哇 我又創了一個紀錄啊 欸 你這樣講好像是欸 其實我本來沒有覺得 有特別的就是 因為 我覺得這張專輯的歌名 專輯名稱 曲的巧妙不是因為我 其實是因為格大 然後但是 但是今天陽光就是特別耀眼 特別和諧 這十四個字體卻是來自於我寫的歌詞 對 所以其實 後來把這句抓成 歌曲名稱的時候 對 因為李安也OK 然後我就 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歡 是因為本來在寫這首歌的歌詞 我的用意就是有一點描述我 我小時候在台南長大 對 然後我其實 其實我其實對於懷舊的東西 我有一個復古情懷 我常會覺得 過去的某一些方式 比如書信 比如說 我奶奶曬被子的方式 是 比如南部的氣味 對 對 我到現在 如果我有經過類似的地方 我都會回頭都看好幾眼 可是我覺得這是我跟一般人很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是被景色所吸引對不對 對 還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我會被味道吸引 你知道嗎 有些時候下班 經過某人家的那個臭油煙機那邊 排出來那個味道 滷肉味 我就說這是我爺爺他的味道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原本的歌詞裡面 我還寫到了那個 呃 油煙味 就是我形容油煙味 其實對一般人來說 絕對會覺得油煙味就臭啊 對 有點厭惡的感覺 可是我會讓我聯想到家的感覺 那可是因為後來確定是要合唱嘛 那我們勢必得改一個對 是對話的方式 對 保留了某一些歌詞 那其中今天陽光就是特別愛 你特別和諧是被保留下來的 是 然後所以後來就拿上去做專輯 歌曲名稱 那專輯最後最後的階段 要決定歌序跟取專輯的名字 對 那我就覺得前面我已經參與這麼多了 我的個性我就會覺得 如果有一些別人的專業意見進來 我覺得這樣專輯會不會更完整 是 會不會可以更 我有時候沒有那麼喜歡太主觀 因為對我來說 要讓聽的人有共鳴比較重要 對 我有一點 你會很擔心說 是不是自己有些時候太主觀的意見太無斷了 造成說別人可能不習慣 或者是不適合你這樣子 一個是怕別人覺得太武斷 但是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常常會覺得 如果這張專輯裡面已經有很多我的想法了 可是也有別人的想法進來 那不是更好嗎 因為他們就代表了部分的聽眾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葛大就告訴我說 你專輯名稱還要想喔 就今天陽光特別耀眼 就是特別耀眼特別合起來 我說 我為什麼沒有想到 快點拿歌名來當專輯名稱 太棒了 大概三秒決定 OK 就是這個名字這樣 但是錄完之後 在剛剛講到的時候 聽到母代公司也給你很大的一個空間 讓你決定 但是在之前的這個錄製的過程裡面 因為這次有非常多合作的一些對象 跟夥伴還有製作人 製作人就蠻多的對不對 對 對 那除了這個維麗安之外 還有陳君豪嗎 對 君豪、建啟 這次就這三個 主要是這三個 主要這三個 對 他們擔任 喔還有一個啦 嗯 是我老公啦 我怎麼一直忘記他啊 我覺得 我過分耶 在今天一部當中非常高興邀請老三妹子 在空中跟我們一起聊聊 那當然囉 希望下一張專輯不要等太久 不要三年 但是呢 我相信在這個婚後的你 跟現在又開始 大家漸漸各行各業複數的你 又有很多的機會 把之前可能三年沉澱的一些思緒 想要做的東西 因為他尤其是更加了解自己要什麼 更有堅定的一個方向跟目標 去做他自己想做的 也讓我們看到更耀眼的曾佩慈 謝謝佩慈 謝謝 謝謝雷洛哥 今天節目經營到這裡 祝福大家有個愉快的一天 同學不要忘記 下禮拜同時間我們空中再會 掰掰 掰掰 搖擺 我們要來聊天 我們要去賠償